这一说到外墙油漆面抹灰呢 抹灰之前的准备工作跟外墙混凝土打底差不多 工友要按灰条全面的把软灰条做妥来做底层抹灰的基准 之后再全面做底层抹灰 然后工友要用纸纸来刮平 还要用抹子把窗线的阴角位置修妥 再用钉耙以波浪方式横扫 把底层抹灰画花 等水泥打底收缩了就可以把多余的泥线刮掉 并且按墙深的墨线把水泥打底刮掉 来预留做伸缩缝 那做面层抹灰那天 工友要向墙深浇水 再按灰条全面的把软灰条做妥来做面层抹灰的基准 接着再全面的做面层抹灰 之后呢工友要用直尺 按软灰条把面层全面的刮平 等面层适当的收缩了以后 就可以准备做油漆抹灰了 它一般可以分为毛面 半毛面还有光面 首先毛面抹灰呢 工友可以向墙浇水 用海绵抹板磨到起浆 再用海绵抹板上下那样拉顺 把纹路刮平 直到符合工程师审批的样板为止 然后工友要把顶部整齐切掉 方便将来做上层抹灰 另外工友除了要沿窗边把抹灰挖槽来方便将来打胶之外 还要在窗顶线把抹灰挖槽来做滴水线 至于其他的事后工序 跟外墙护凝土打底差不多 而半毛面抹灰呢 当用海绵抹板磨到起浆之后 就可以再用木抹板上下拉顺 把纹路刮平 直到符合工程师审批的样板为止 至于光面抹灰工序 也跟半毛面抹灰差不多 不过当用木抹板磨到起浆之后呢 要再用抹子全面的做第一轮光面 等抹灰表面适当收缩 工友可以做第二轮光面 或者做第三轮光面 总之要直到符合工程师审批的样板那才行 没错 如果工地里的每一个工友 都能尽力做好刚才我和国强所讲的每个工序 就已经达到优质工序目的了 知道吗国强 知道